在哪裏? 車車在哪裏? 你來看整喔? 你來看衣生是不是? 你來看衣生嗎? 喔 長哥好多人 你在看衣生嗎? 看哥哥玩玩具 這輩妹豬在幹嘛? 這輩妹豬在幹嘛? 啊 長哥好多人 看哥哥玩玩具喔 嗯 是喔 跟小文講說 如果他不戴口罩就會被趕出去 口罩都不拆下來的 我們現在在長庚的 兒童復健科 好多人喔 好誇張喔 隨便 隨便悶著口罩 然後報道就要排六 就大概四五十個人 太誇張了 對啊 那今天帶小文來看兒童復健科 要評斷一下他的語言能力 對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給醫生檢查一下我們比較安心 文文 文文來 文文來 文文來了 你看 跟他講說如果他口罩拿下來 就會被趕出去 他就不會拿下來對不對 呃 對喔 你好棒喔 可不可以說話 車車在哪裡 車車在哪裡 你帶媽媽去看車車喔 帶我去看車車 蛤 車車 其實他的認知能力應該都沒有問題 不知道耶 等一下看醫生怎麼說好了 會躺三天 你說剛剛報道的時候 他報道的時候要量身高體重阿 然後護士又說 欸 他會站會走 那他就自己站著量就好啦 對啊 就不用躺著阿 對啊 你看 有沒有很可愛 小精靈一樣 欸 要到你囉 好 二十二號阿 等一下準備 二十二 下一位就是了 好 我們看醫生怎麼評斷好了 還是說醫生有什麼建議或方法 可以幫助他能夠比較會想講話 好了 等一下 prov 我來參考看看 阿悟人送你兩好 Owen 好可愛的 кое咖 掰掰 掰掰 走路的樣子好好笑 偶爾 恩恩來 小可愛 22號了輪到你囉 OK GO 千千 百八千千千 我來 進去囉 六歲了 他們大概也是兩三歲開始看 可是也許已經錯過了 但是什麼檢查都是正常啊 指定也會啊 但是要做什麼就是拉著你的手 對啊就是不講話 而且他講話的時候他會看你眼睛嗎 對啊 會不會白白 會 會白白會指啊 像剛才在旁邊的玩具店 問他車車在那裡他就指啊 對啊 應該沒有問題啦 背後交他他也會回啊 應該不是掛入 有沒有那時候沒有黃蛋 沒有 媽媽在哪裡 媽媽咧 媽媽在哪裡 媽媽咧 你不要表演 這平常主要照顧的是誰 保姆 保姆是一個老奶奶 然後從保姆那裡回來 就會是阿公阿媽接回來 大概八點左右會回 回到家裡 他會保姆跟他的互動怎麼樣 但是也不知道 保姆一直說他會講話 他會說不要 不要但是我們都沒聽過他說不要 會不會一直給他看電視啊 比較不會 對他還蠻需要他陪的 他會放一些音樂給他聽 喔會放一些兒子啊 那他家裡有另外一些小朋友會陪他玩 喔 他的孫子 對比他大的孫子 在國小一二年 不過 對 老人家嘛 他是自己比較多 小心 我們看完整囉 要不要講話啊 不講話就要被送去上課了 嗯 醫生說 醫生說他要去語言老師那邊做一個語言能力的評估 然後再排時間來上課 然後看看他語言那邊能夠怎麼去調整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樓上找語言老師去報到排課 好不好 要上課了舉手 要上課嗎 喔唷 你好棒 要講話的舉手 你要講話嗎 那你為什麼不講啊 你很奇怪耶 你只聽到舉手就舉手吧 要舉手的舉手 嗯 舉手 好棒 貴貴貴貴 我們剛剛去樓上排了語言老師 語言老師說禮拜五要來上第一堂的語言課 再來評估他的語言的能力 對 上評估科程 對 上評估科程 那剛剛他自己這樣戴著口罩到處走 然後每一個其他家長的小朋友都說 你看這個弟弟都可以戴口罩耶 然後自己走都不用被報 好棒喔 是不是 是 是喔 那你拍拍手 很棒的舉手 拍拍手 喔 誰最棒 文文最棒 那拍拍手 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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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拍手 嗯 好 那我們就等禮拜五再來 再來回診看看 余文文老師的 的鑑定好了 好 掰掰 跟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好 坐坐喔 好 一二三 耶 好玩喔 掰掰 掰掰